经过了好多轮的论证 好多轮的安装 然后河南的杂技老师 然后往返北京跟浦阳之间 不断的去研发这个道具 直到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终于把这个道具给研发成功了 就真的是不容易 没 没 来 坐这儿来 下手都没 坐这儿没 啊 腿没揣开 腿没揣开知道不 啊 往下爬的路来 爪杆爪到了这个 爪杆爪到了 没事 硬动你做好啊 因为我一直翻不好 然后还坑着了 昨天还翻好 然后今天就找不到感觉 走 走 走 好 走 六十六推 各种人再兜兜 再兜兜 再兜兜 你兜兜 走 走 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东西没有捷径 比如说刚才飞着这个动作 这么危险的动作 没有成百上千的 肌肉跟这个大脑形成不了记忆力 其实对咱们演员来说 表演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困难 他们的表演状态 其实不是他们平时训练所强调的东西 他们更强调技术 所以在表演这一块 对他们来说是个难点 完成了也很难得 我给我们ề案的没有 问题 如果对我们应иру DJ 我们会示给您